到來關心上面過一三 代替邊開山葉的霧丹沾 有離開搬進去月台 跟火車之間的空間 車中看到光已經把人扭起來 剛才好像皮膚去找到上 差不多是驚訝說 因為這個霧丹沾 為了要讓不一樣的火車都會滴過 所以月台之間的空間 甚至有離比較大廣 有一點比較危險 現在已經在改善 在車九時 兩個月台 作為把小孩車放下來放在外台 這個時候穿黑色的霧丹沾 好像像騎無宅 刷進去月台 跟列車的香 沒看人贏 另外一個霧丹沾看這個情形水下去救他 車長即時趕到有意 把列車減停 還要把霧丹沾救起來 這個月台 第四月二三 發生的 代替說有隨救救火車 把霧丹沾送他 讓他載的只有皮肉燙而已 處理後已經回家休息 發生月台的 新北山客霧丹沾 看庫甘車 靜沾後 越開路車 其實是要讓一大部 才能帶到外台 最小看 列車到外台中 越開路車也感覺很危險 約50公分 要很危險 危險 我覺得特地要跨一下 要小心 我是有跨 我已經有跨的那種感覺了 對 所以 我是覺得要改善 事情發生後 代替港部長 派人去現場 要車太跟外台 讓外看 也把這個租庫帶回去研究 那無處是說 無斤沾因為回家 列車到外台 比較比其他的沾有人更大 只要改外台 也要考慮其他的車種 確先確認 整個月台邊緣 間隙的分布是怎樣 做任何的改善都不能夠影響 各種列車在那邊停車的狀況 有些是高度嘛 有些是縫隙 就是間距的問題 每個站的 就是停車的那個縫隙 可能就是要詳細的去調查 代替現在車種 只有車種 車種 空間車也超過四種 日空一二年 普悠馬新車到台灣的時候 押因為車底盤 卡在外台 只好跟五個站的外台說一些條 普悠馬才有辦法通過 代替為一百零四年 開始旧車太晚 不過眼前也是要面對車種車的過渡期 代替三個港幣給予要全部慶祐 五個站外台跟列車浪多大房 還有加強外台照應跟鑑識期的設備 比較保持安全 記者綜合報導